赢赢虎年马上就到了 老虎踏着虎虎生风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了 虎年啊赢虎年咱们得说说老虎 老虎究竟有多厉害 你知道他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能吗 看了下边这些大揭秘 保准会惊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虎 都说老虎是万兽之王啊 那老虎和狮子究竟哪个战斗力更强 他俩是打一架谁能赢啊 老虎狮子说了 俺们俩不约架 其实不是不约架是遇不上 实际上呢 这老虎跟狮子都很难相遇 狮子呢多群居 喜好单独行动的老虎也不会去招惹狮群 而发生冲突和决斗的可能性更是低之又低 但是如果他们俩要打起来 我赌老虎能赢 因为老虎呢爱动感情 容易为情所困 对对对 就是老虎虽然说在外面厉害 当然在家里呢还是很护仔的 虎独不食死这句话是千知万确的 母虎在产仔之后呢 不仅不会吃自己的孩子 还会非常尽心的保护幼崽 所谓外表豪放 内心细腻 母爱满满 老虎的标志除了脑门的王字 还有黑白条纹 虎皮梢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衣服啊 还是他的ID呢 就像咱们人的指纹一样 是独一无二的 老虎身上的条纹呢 不仅长在毛发上 还长在皮肤上 您就是把老虎那毛给剃了 谁有这胆不知道 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条纹 这个真是冷知识啊 我估计没有人敢给他剃个全毛吧 再强的王者也有受伤的时候 老虎身上他自带良药 那就是老虎的唾液 想不到吧 这个专属药物呢 是具有消毒性的 很容易治愈任何伤口 另外这老虎还是千里眼顺风耳啊 在野外环境当中 他们能听见两千米之外的动物叫声 那虎的夜视呢 是人类的六倍的 强大的夜视能力 使得老虎在黑暗当中能够轻松的捕猎 而且老虎在奔跑时候的速度呢 相当于一般高速公路上汽车 这个飞人博尔特创造的白米 9秒8比起来老虎的速度 那就是等于慢跑了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地快 跑地快 这都是初步的 郭老师再问你一个冷知识 你知道虎作为姓氏的时候 这老虎的虎字读什么吗 这是老虎的虎 当作姓氏讲的时候念什么 对不对 虎姓啊 并不读虎而读猫 隐鹅传鹅了上千年了 你要是喊虎老师 人家也能答应 对因为这个传说中啊 猫是虎的师父嘛 你看你看 就是这个脑回路总是很清晰 是吧 当然成都民间有一位 对这个猫性 有研究的理性学者就说了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嘛 虎是比较凶猛的 而猫呢 就相比之下更为温顺一些 而老虎呢 因为也属于猫科动物 它的始祖就是猫 所以呢 虎被称为大猫 可以印证虎和猫是同宗同祖 咱们先念作虎吧 历史上这个虎姓来源 大概有两个出处 一个呢 是出自上古顺臣八元之一虎的后人 以虎为氏 据古史传说呢 这个伯虎呢 是帝库的大臣 对 那伯虎一族的后代呢 遂以虎为姓 称为虎氏 成为今天虎姓家族中的重要来源 那么二是出自虎族当中的虎姓 对在我国哈 这个人群当中虎姓的数量呢 非常稀少 它主要是分布在云南昭通 还有四川成都的新都区 皮都区 另外呢 在甘肃南京贵州 也都有虎姓人群的存在 别忘了虎姓念猫 对 青猫啊